今天最主要看九龍灣的浩日 很近地鐵站,走過去大概5分鐘左右 這邊就是地鐵站 這邊就是浩日 那邊下去,或者這邊下去都可以 這個樓盤有一點特別的 貨尾單位拿出來買 以前賣的尺價就是樓花那時 200元尺 現在減到大約1萬4千多 所以相當吸引,還要是現樓 九龍灣到處淘大得福的樓 過了30年,接近40多年的樓 現在新雪雪的只有一個公益 就是浩日 提供298個單位 地鐵有緊,有商場,有悔道 這裡就是徒弟商場,徒弟花園 那一條就是天橋 那一條就是德福 九龍灣39年,第一個新落開 浩日,我們來看看這家三房圖 進來有一個玄關位 這邊可以放一個很大的閒櫃 而這裡就是工人房的位置 它就放了一個洗機,然後是工人廁 這裡就是工人廁房,睡覺的位置 還有它為了省位就做了一個燙門的方式 都不錯 整個圓關位就有少許浪費 因為比較長身 長型的廚房做了一組L型的桌面 都夠細闊的,還有用了各角窗 看出去就是獅子山的面 都帥仔 這裡就是一個長踢,闊度是2.6米 長度是5.7米 樓底是3.15米高 梯形的露台 看出去就看到啟德的球場 然後又看到ICC、IFC 有機會望向染髮 海景就一般的,少一些 這邊是浴室 足夠的站地 而且它的儲物率是很驚人 這東西是抵賺的 第一間睡房 會小一點,2米乘2米左右 但它也有一線大窗 鄉立的 這邊側望會看到紅磡那邊的海景 挺實在的 還有一間房間是向北 看上去Double那邊 看到前面的舊樓 跟這邊很強烈的 新舊對比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比較大 這邊一定會放床 然後這裡可以放電視櫃 或者衣櫃 我個人會做衣櫃 然後看過去這裡有整片草壁 景觀是相當吸引 然後那邊就是 體育園 還有球場 地標城的紅磡海景 也能看到海藍 挺漂亮的 有煙花在上面爆 也可以的 主人浴室也是沒有彈的設計 好幾乎 還有它有窗 設置這些單位 就700多呎 用招標方式賣樓 發展商移向價是15000呎 看來樓層高低 如果你買得太低層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操音問題 你見到前面就有很多 車的軌道 車的馬路 所以如果買這邊 我建議 賣高一點 之後你又喜歡不喜歡呢